欢迎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懂美国房产的税务师小胖 我是最懂美国税务的房产经济冰冰 大家好 今天大家再来看这个 在Ocho Hill Grove社区里面的Polymer 它的二户型 对我们先走进去看一看 在走进之前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正式的入户的门廊 这个门廊呢还不小 这边还有一个可以放一张椅子 我觉得还可以放一些什么鞋架 那边也能放在这 对而且就是刮风下雨的在这儿换个鞋 我挺喜欢的 我不喜欢摆鞋搁在屋里 对对那其实家座也很少嘛 下屋都是 走王丽早 好天翻进来之后呢 我的第一感觉呢就是它 我可以看到它在这个进门 的区域有一个挑高 这里有一个挑高 然后它的进门的这个走廊呢 有一个小的宽敞 那进门进来之后呢 右手边 第一个是卧房 第二个呢是它的书房 哎你没觉得它 Polymer很 很就是睡得很巧妙 是它一二三户型 每个都有挑高 但是挑高的位置不一样 没错没错 每个位置都不一样 一户型呢是在客厅 然后二户型呢是在进门的这个 它就比较宽在那个书房旁边 对三户型它 其实空间最小的就是进门 站着一个大脚包 对没错没错 好往里走 看一看它的客厅和厨房 看来之后呢 看到它客厅区域哈 第一感觉就是它的整个宽度 特别的宽 然后呢靠这个院子 这一面墙的窗户很多 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它客厅 用餐区域还是厨房 都可以欣赏后院的美景 你身后的Fairplay 就那个壁炉啊 是升级的还是standard 这个是升过级的 那那个两个小的那个 就像那个 小台面 应该也是升了级的 通常这里不会有 但是壁炉它也是升过级的 而且它外面贴了瓷砖什么的 然后两边的这个柜子 以及台面是升级的 往里走 看看它的用餐区域 经过它的客厅呢 来到它的用餐区域 它这个用餐呢 跟三户型相比呢 可能局促了一些 对局促一些 对我们那个客人订三户型 就是因为它二户型哪都喜欢 它觉得开大party的话 这不够用 没错没错的 这个户型的用餐区域呢 因为它比较横着来 你可能说它可以看到 窗外美景的部分比较少 但是它呢 现在是比较流行的设计 叫open space 就是它是一个grid room 其实一二三户型 它都是一个grid room 不 它三户型其实是有 单独那一块的 有点 就是相对来说 宽一些 就是您说三户型 它有一个错开 对啊 它有单独的一个用餐的嘛 但是一二户型 它就是 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设计而已 对 对对 我们来看看它的厨房 厨房呢 也 我们看一下它的柜子呢 也是像我们说的一样 这是标配的 高度的柜子 这个面材 面料是听过其他 对 但是它的高度 就是没有做到底 这个设计的 是标配的 对 通常来说 我们建议客户呢 就是材料可以不升级 但是做到底 这样会美观一些 一二三个户型的特点 我就说厨房 我觉得一户型呢 是比较小巧 二户型是最性价比高的 三户型比较大气 这是我的想法 OK 我觉得二户型 它也够呀 看它的这个 备餐区域的话 这个倒台 还有它可以放想家电的区域 也平衡 没有 所以我说它性价比最高的嘛 对对对 对吧 一户型就稍微小巧一些 没错 对吧 它的一三户型 都有pantry 对 二户型 它pantry呢 在这个位置 对 它在里面 它在车库移进来的地方 对对对 我们去看看一看 这边是它的pantry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组柜子 这个应该是神级的 对吧 你没觉得它 它那么设计 摆pantry都设计在楼梯下面 对 但是这个是鞋的吧 但其他的呢 都是包包的 没错没错 没错 看完了它的这个客厅 以及用餐区 我们回头来看一楼的卧房 在卧房前先看看书房吧 可以 对吧 这个书房是我们所有客人订二户型的最爱 对对 这个书房呢 其实它是一个标配 就是一个书房 然后呢 它侧月有两个窗户 这个台面呢 其实升级 没错 标配的呢 这是一个空旷的区域 没错 可以设计 没错 但我觉得这个台面 坐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你记得我们有一对老夫妻 叔叔阿姨 他们买房子要买 要放钢琴 对 这也是很好的一个位置 对对吧 我觉得是的 比如说架子鼓啊 钢琴啊 都可以放得下 对没错 那如果我要用这个房子 好我可能是做书房 对 但是你有小孩了 就不一样 好吧 那你会做什么呢 我可能真的会放钢琴 因为 比较写的elegan 就是优雅 这里呢 之后呢会有一个门在这 等于进来这之后 就是一楼的卧室吧 进一楼卧室之前 我们路过它的卫生间 给大家看一下 二户型的一楼卧室的 这个closet 就是衣柜呢 我觉得设计的很奇怪 在它的卫生间里面 有一个衣橱 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看一下 对 这个衣橱设计的 我还觉得很奇怪 每次拿衣服要经过厕所 对 而且会潮吧 会很湿 而且这没有窗户 卫生间也没有窗户 我觉得这个可能稍微有点缺陷 对对对对对 现在我们在一楼的卧房里面 这个卧房的size比较标准 但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 大窗 这个拱形的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对 它就是西班牙设计嘛 但是很多西班牙设计的窗设计都特别小气 这个超大气的 我就是我一想象完 应该是一个少女 睡在这个网边 而且搭配那个 就不要做百叶窗了 就不要做沙腾 一定要做那种希腊式的那种 有沙帘的那种布窗帘 会非常舒服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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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蛮好 就是孩子可以在这做作业 可以玩 可以看电视 这边可以玩PS 然后这边可以做作业 但是唯一 我觉得缺点是 它loft没有自己的一个卫生间 它的卫生间必须进客户或者下楼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到loft能活动的区 一般都是生活在这个家里的人成员 才会在loft活动 那大家都有自己的房间 那我回房间稍微成年就好了 你说的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没错 然后这个loft它采光也很好 左边和右边都有窗户 所以说白天完全可以不用开灯 它只是主卧次卧还是分开了 但是两个次卧是挨着的 我们可以先去次卧看看 走我们先去次卧 因为它就跟三五行不一样 三五行次卧都是分开的 这两个次卧完全就是挨着 它是两个门挨着 但是它是通过一个卫生间把它分开 对对对 中间的卫生间 其实也还好 现在我们在它第一个次卧里面 它的size还是非常decent 比较适中的一个房间size 这边是它次卧的卫生间 该有的都有 没错 有个小梁台这边 还挺舒服的 是的 我们去看它另外一个次卧 所以你说这块是卫生间对吗 对 这个 那我往里走看看 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墙里面是卫生间 对 我还说 我这为什么做一个隐蔽墙呢 然后我们现在在它第二个卧房里头 第二个卧房 同样也是有窗户 有自己的卫生间 对吧 然后有自己的衣帽间 其实我们总说有窗户 我们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 就是说 其实在家中呢 如果怎么能叫卧房呢 就是你的尺寸要够大 对 第二个是要有自己的衣帽间 还有自己的窗户 对 得满足三个条件 缺一不可 才能叫bedroom 是的 对 因为很多客人发现 他说这房子标着三房 其实有四房 是因为他有时候没有closet 对 对 对 然后他有自己的卫生间 对吧 这边是有自己的卫生间的 没错 所以二户型的所有的房间都有自己的卫生间 没错 而且卫生间都在房间里面 没错 我们从看完客户 我们去主卧看一看 去主卧看之前呢 我们会路过它的洗衣房 它的洗衣房呢 也是非常的宽敞 这边可以放用洗衣机烘干机 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水台 但是吧 我的concern是 你看一户型的洗衣房在一楼 三户型的洗衣房是在次卧 我就不知道他会不会炒 应该不会 应该还好 标配的是四盏灯 这个它这上面是加了两盏灯的 所以加两盏灯要单花钱 是的 但是它的客窝标配有灯吗 客标配没有灯 就每家灯就有单花钱 对 然后呢 主卧的它的窗户呢 后面的窗户是可以直接看到它的院子 然后如果你选择带景地块的话 是可以看到山景的 没错 就是这个open space还蛮舒服的 是的 然后刚才你还担心那个 洗衣房会不会炒到 对 真的不会 我们去看一看它洗衣房隔壁是什么 好的 我们现在从主卧出来之后呢 要进到主卧的卫生间 这个方向是卫生间 这个方向是它的洗衣房 哦 对对对 就完全不会炒了 对 所以它的洗衣房呢 是在这个方向 对 等于是在它的closet和它的厕所 对 如果其实买到poncern带景的地块 你发现梅鲁 它就一个浴缸 在这泡澡 会书和私密性特别好 还可以看 欣赏梅 山景 对吧 对欣赏 牛股果林 但是我们看到牛股果林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牛股果林是不会再开发的 大家不用担心 没错 因为看Ultra Hills的时候呢 大家会 就是growth和reserve中间会有片空地 其实是农民的菜地 没错 没错 然后growth里面 自己还有一个山头 都是这个不能再开发的牛股果地 没错 没错 回到这个卫生间来 它的设计呢就是它有两个水台是分开的 比较符合王老师的这个审美 可是它每一个水台吧 我就有点 太小了 就没有三户型大 我觉得 的确这个是比较小的水 对对 但也不够用了 对对对 你需要有多少化妆品 我没有化妆品 然后它的衣帽间也比较宽敞 而且有自己的这个窗户 打开突风风 对就跟三户型是一样的 是的 就很舒服 至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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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我只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那我们继续说房子 那这个房子呢 缺点呢 也不是缺点 就可能瑕疵的地方 是他一进门又挑高 但是他的卧室 就是这个客厅的位置 没有挑高 其实我觉得OK了 对 他的loft很舒服 对 他loft非常舒服的 因为他loft是在挑高的地方 是的 然后他的设计呢 我觉得说 他整个设计 大家也可以 就是如果买到二户型 也可以跟他样板间一样 去选一些装饰 比如说灯啊 还有一些就是 比如大家喜欢这种 铜色银色金色的 都可以向他的样板间来选 是是是 没错没错 对 所以呢 如果您喜欢 帕拉宝这个盘 或者您喜欢任何 反弯的盘 买房子的话 都可以 随便去我们 对 我们是非常非常 愿意被大家服务的 是的 那好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